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美国十年齐国在殖旅 这是众所关注的焦点 那升破了1.6之后 连日回档 现在目前又破了1.5大关 现在有几个问题 要值得后续再观察 因为这个礼拜 美国财政部 要举行三场的公债拍卖会 这个蛮大的一个考验 总额要拍卖1200亿的美金 所以市场都在观察说 拍卖的结果 因为上一次 就上周美国财政部拍卖 那个七年期的国债 结果拍的情况很差 所以导致了当天 美国国债值率大升 因为拍出来状况不好 第一个人投标的倍数 是创新低了 另外就联邦政府自己买的 还有一级债券交易商 规定要买的 就因为怕流标 所以如果说没有人买的话 美国的一级债券交易商 他必须要把它吃下来 那这两个买盘 就是创新高 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 除了这两个一定要买的买盘以外 其他买盘都负资缺乳 就没有人要标 所以也导致了 当天拍出来的情况 使得国债值率狂标 那这个礼拜又来了 要举行三场的拍卖会 总共要拍1200亿美金 那包括周二 就是说9号出售580亿的三年期公债 三年期还好 因为短天期 周三就是10号 要标售380亿的十年期 这个就是重点 380亿 将近400亿美金 就是今年晚上 要标售这个十年期的国债 周四11号要拍卖 240亿的三十年期公债 所以市场关注了两个焦点 一个十年期跟三十年期的 这个拍卖的情况 所以这是 继CPI之后 这个昨天晚上公布的CPI之后 一个很重要要观察的方向 那台币今天收盘是升8.5分 收28.241 那今天 这个既昨天走升之后 今天继续走升 因为美元指数开始出现 上升之后的回落了 那亚洲股是今天全面收涨 那日经指数 收盘是涨0.6% 涨了175点 是连续三个交易率走高了 日经交易指数回到了 29211点 不过离3万点 还差了一段幅度了 这个就跟台股 离这个今年的高点 16500点 差了一段幅度是一样的 韩国股市也收涨 今天盘中一度大涨2% 尾盘也差不太多了 涨市收链到1.88%的涨幅 今天指数是收上了3000点 收负3000点大关 收3013点 终于是终结了连续五个交易日的跌势了 香港恒生指数我们刚刚讲 今天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中国大陆人大通过了 就是香港选举制度的一个修正法案 今天港股是上涨 将近500点 涨了1.6% 另外连日下跌的入股 今年也指稳 上证指数涨了2.36% 深层涨了2.23%的幅度 今天台股 外资又是出现了 左手买股票 右手卖 期货的情况 两个买卖超相抵 就是说 现货买了194亿 但是期货卖超的部位 约当是200多亿 所以 这个一抵之后 它期限货的一个 净卖超是7亿多 所以外资今天 如果看整体的一个筹码变化 它还是站在卖方的 虽然说 现货它结束了连续五个交易日的卖超 今天出现了将近200亿的买超 但你把期货一算上去 它其实还有7亿多的一个卖超金额 那自营商今天是大买46亿 投信持续买超 今天买了11亿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买了251亿 外资在大台卖超了5458口 这个卖超的量非常的大 来到了27138口的进部位 是空单进部位 小台今天也卖超了764口 小台的近多单流仓部位下降到5166口 不过比较好的状况 这个VIX指标连日下降 今天再降了1.56大点 已经降到只剩下21.61点 所以从VIX指标来看 这个台股应该还有继续在往上走高的空间 因为VIX在往下降 如果是VIX反向上升的话就比较不好 但是今天是下降的格局 好那是不是台股昨天变 昨天一个变盘的一个前兆之后 今天往上变呢 会持续的往上走高呢 指数的空间如何 个股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赶快请教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洪世泽分析师 黄老师你好 黄老师大家好 黄老师你怎么看今天 昨天我们要讲说十字线容易变盘 果然今天往上一个变盘 那这个变盘会持续往上走高吗 昨天呢台股是一个量缩小涨 站上五日线收十字线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我们昨天也有提到呢 这个十字线就是代表变盘的转折 或者是呢中继的一个讯号 那指数呢今天开高之后呢 突破了昨天的一个十字星的一个高点 也带动了这个五日线的翻阳 站回了月线之上 当然盘中呢一度是大涨了300点 收盘呢已经来到了这个2月26号 工方缺口的一个下缘的附近 但是呢大盘在今天呢在大涨之后呢 就会顺利的继续上涨创新高吗 我想呢也未必是如此 接下来呢还有包括技术面 还有筹码面呢都需要在客户 上涨还有呢上方缺口的一个压力区 我认为呢还是在一个相形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台股呢今天呢出现了让人信心回稳的带量红K 至少呢今天的一个红K呢会让市场的一个信心回稳 大盘呢出现了带量长红 最大的原因呢还是我们的这个全网 台积电早上呢能够成功站回了五日均线 那昨天呢我们也有提到呢大盘的一个看法呢 就是看了台积电何时呢站回了短均线 只要呢台积电有站回了短均线之上呢 市场就会有机会的出量 就是呢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析的 那前几天呢台积电呢前几天也是呢跌到了季线附近 市场呢也担心了这个M头成型 我们在节目呢也拿过去呢 分析台积电的高点回档了 每次的幅度呢大概都是在8到14% 那如果呢跌到了季线附近呢 大概就是呢已经拉回了差不多呢是14% 所以呢请大家呢特别去留意 台积电在季线附近的一个量价变化 那现在呢台积电呢成功的站上了五日均线 是短线的一个指纹的一个讯号 那现在呢台积电只要呢横盘的一个整理呢 就能够稳定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盘势 那所以呢未来的盘势呢要如何来操作呢 我们今天呢也会针对像电子股或者是传长股来做分析 那电子股的部分啊当然是台股呢目前人气的一个重心 那今天的电子股呢一转强啊 市场的一个量能呢马上就出现了3000多 多亿啊可是呢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呢 从美股来看呢道琼指数呢是目前是一路的创新高 但是呢会半指数或者是呢科技股的NASDAQ是相对的弱势 这也代表呢全球目前的一个资金呢 目前是朝向呢疫情复原之后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化在做布局 当然呢不是说呢电子股不好 而是呢电子股在接下来呢可能就会涨势分歧 很多呢最近拉回的一些人气的电子股 未来可能只是反弹了 要再过高有一定的一个难度 那当然会过今天今年的高点的电子股呢 只有在产业上面继续成长的公司 就像呢我们在上个礼拜呢电子股在拉回的时候 我们也是针对虚拟货币相关的一个电脑的零组件来做分析 那当然建议大家呢在拉回的时候可以站在买方 所以呢这个比特币呢 现阶段呢还是非常的强势 连带的这个主机板或者是呢电源供应器的这个厂商呢 需求也非常的旺盛 二月份呢的营收呢也较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呢一路追踪了像技嘉还有维新呢 都在今天呢也成为了这个市场呢追逐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当全市场认同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特别去留意呢 未来获利卖出的一个时间点呢 卖出的一个资金呢 当然就是可以继续的去准备布局呢 股价回到季线附近的一个好公司 那目前呢许多电子的一个人气的个股呢 都大部分呢也跌到了季线附近了 有些呢还跌破了季线 但是未来能够涨回前高呢 甚至创新高的个股呢 只有在产业继续成长 因为呢去年电子这个产业呢非常的好 包含面板还有半导体 甚至呢是笔记型电脑等等呢 都是呢因为受惠了这个疫情的严重啊 民众的一个居家在家的一个情况 有钱没有地方发 所以呢在上网呢 购买这个一些消费性的一个电子 那一旦呢疫情趋缓了 那我们手中的一些现金呢 可能就不会再花在 在消费性电子的一个产品身上 可能会选择呢 像出国旅游啊 那我举例呢国外再来说呢 疫情呢要是这个散去呢 大家可能去这个堵城啊 casino啊去花钱 或是呢买游艇啊出游 所以手中的一个资金呢 会往其他的地方去 那原本呢受到疫情关系 需求大好的一些 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呢 就会开始下修它的一个出货 这也是呢为什么现在呢 美国股市啊 科技指数走势呢 弱于稻穷指数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电子股呢 现在呢选股要更谨慎 以目前来看哦 跟车用电子或是呢 先进制程相关的一个产业呢 它的一个需求是不会降低的 昨天呢我们提到呢 拉回的时候可以特别去留意的 像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呢 本身呢也是呢 第一季机报啊非常的好 那我们现在呢在挑选 季线附近的一些人气的电子股呢 首选呢当然就是跟 车用电子有关系的一些相关个股 嗯好 那美国在周三啊 这个十年齐国在殖利率拍卖 这个结果还蛮顺利的 这等一下我们在下一段 我们请教梁佩玲的时候 再来细谈啊 就是说相对得标利率啊 投标倍数等等啊 这些详细的情况 那今天晚上啊 到明年青人重点就是说 这个三十年齐国在的拍卖情况啊 也会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好那刚才 浩尔斯讲就是说 科技股有可能会是一个高档 区间震荡的行情 这一点我到 我我蛮同意的 比如说以台积电来讲啊 你说啊今天为什么台积电 可以开始这个出现质温 走高回到六百块之上 因为外资不卖了嘛 外资外资卖到一个段落之后 他就不会持续追杀台积电 他卖到六百块这个地方差不多了 他就让放手一下 让这个台积电涨一段 可是你说他涨上去涨到六百五以上 外资会占买方还是占卖方 那肯定又是在占卖方 要继续卖台积电了 那外资一卖个一天两万张三万张 你说台积电怎么涨上去 所以台积电大概就一个区间行情了 那也今年我觉得科技股啊 正如刚刚洪老师所讲的 你要区间操作 高出低进 也就是说 高了你相对你就卖嘛 那低的话你相对有空间 你把它买回来嘛 这样做的话 这个相信比较能赚到钱 你一路死报不见得能赚到钱 但是呢 传产股周期性的股票 资金持续在流露 这个趋势也很明显 所以你看到道琼创新高 但是费半啊 纳指啊 这个相对就没有道琼这么强 甚至他在修正 就是这个同样的味道 所以你看到 过去大家看不起眼的 像金融股 你看富邦金 就像我刚刚讲 去年第四季的时候才40块 现在已经涨到快60了 很多股票 传产的股票 现在开始在上 统一从70 60已经涨到70 你过去看不上眼的一些股票 在往上走 大成也上到50几块了 对不对 你会发现 这些食品股啊 传产的一些很明显的 这些他就慢慢在往上走 他虽然走不高 但他往上走 像华谷 今天还涨了5% 这个半根涨停板 营建股 过去各位可能都觉得 这种股票啊 不过瘾啊 科技股比较过瘾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投资 我们要多元化了 对不对 所以就不能止爆科技股了 就不是只有半导体了 好像台湾只有一个半导体 这个产业 我觉得这样好像也没有 太均衡的发展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当然我提到的就是呢 电子股未来的一个选择呢 要特别的小心 甚至呢 你要买到好的一个位置呢 那短线上面才有获利的一个情况 刚才所提到的像电子股呢 在这个主机板我们提到的 这个相关的股票呢 出现上涨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要特别要去留意的 像车用相关的一些公司 有些呢比较冷门的公司呢 大家呢也可以特别去留意到 因为呢 这次金广会呢 有提到呢 对于财务体制比较好的 但欠缺呢流动性的股票 将寄出呢 股票造势者的一个制度 所以呢 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好公司呢 当然也可以特别留意 例如什么 举例来说呢 像2476的一个巨响 公司呢 在这两年呢 转型车用的一个摄影镜头 也受到呢 这个最近呢 车市的一个回温 目前呢 法人呢 也预估到 它的一个EPS呢 今年有机会呢 可以赚到三块钱 那车用镜头呢 是发展的电动车呢 自动驾驶呢 最需要的一个配备了 因为呢 你要侦测前方 或者是 附近的一个障碍物呢 一定要透过镜头来使用 所以呢 现在呢 车用镜头呢 已经呢 从一台车呢 需要一两颗呢 成长到呢 一台车需要八颗以上 加上呢 这个车载镜头呢 需要耐高温 还有高热 所以呢 最近呢 盘面上面呢 除了像1976的嘉宁之外 一些光电的一个车载的镜头的相关公司呢 都可以特别注意 那2476的一个巨响呢 那也因为这两年呢 它转型成车用的一个摄影镜头呢 外资呢 也在最近呢 出现了连买的一个现象 底部呢 也有出现爆量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类似这样的一个今年确定会 持续成长的一个公司呢 大家就可以呢 在未来持续的一个追踪 那另外 传染股的一个部分呢 目前呢 还是呢 盘面的一个重点 虽然今天呢 电子股是做反弹 但成都刚刚我们说到的 道雄指数呢 创下了新高 科技指数呢 相对的弱势 那也表示呢 全球的一个资金呢 也都开始在布局呢 疫情之后的一个产业 大家可以看呢 最近呢 台股创新高的呢 也不是呢 像我们 之前的一个台积电 联电 或者是联发科的 这些相关的一个科技龙头股 而是呢 像这个硕化的 像台硕啦 或者是呢 仿制的一个如虹 甚至呢 在其他类股的 像做窗帘的易峰呢 在做创新高 那传染股当然不同于 这个电子股 操作呢 传染股呢 不能用短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比较呢 适合呢 在拉回的时候来做布局 基本上呢 传染股呢 可以确立的就是 未来是准备走 中长多的一个格局 尤其是跟油价上涨 受惠的一个相关的公司 例如呢 例如呢 像瘦化 纺织上游呢 都可以呢 利用拉回的时候 来做布局 那瘦化二线有的 很涨很多 像华夏 台大化 都涨很多 这些股票 还有这个后市吗 那目前来看的话 最近是台硕市保在涨 那当然 这个之前呢 瘦化 这个二线的股票呢 在涨多之后 也出现回档 但是呢 我相信呢 从这个 从往面来看的话呢 这些个股呢 还是呢 一个走多的现象 只是呢 短线的一个拉回 未来还是可以留意 接下来这个好的买点 好 那外资今天是买超 将近两百亿了 他都不卖台积电了 当然就变买超了 并不是说 他股票买很多 因为他没卖台积电了 台积电他今天 只卖了一千多张 所以台积电就上涨 他今天卖最多是 友达一万八千 一万八千张 他友达卖的量也不大了 跟他动辄 那种什么六七万张 大手笔 比他今天算小二科 和硕卖了一万四千张 这算是 卖超居钱账素居钱的股票 那他买什么呢 他买星光金 国泰金 中钢 鸿基 群创 鸿海 开发金 中鸿 华邦店 彩金 你看他买很多的 这个金控股 跟传产股 钢铁股 像钢铁股 就是中鸿 中钢 同一个中钢集团的公司 那投信在上市 买超 中信金 中芯电 台数 长龙 南亚 南亚科 达麦 景硕 伟创 敦泰 就在布局上 就比较偏向 科技跟这个传产 各半的情况 好 那黄老师 接下来的话 你要提醒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重点 目前我认为 电子股和传产组 是可以同步来操作 只是电子股的一个选择 要比较谨慎一点 尤其当大家听到 疫情开始减缓 不再锁国 开放旅游 运动赛事 也开放观众进场 那就要小心 有一些电子股 对这个消息 要用利空来做解读 尤其是在消费性的电子 而且电子股 还要提防 美国已经开放了大陆的中心半导体 能够采购 艾斯摩尔的DUV的一个设备 DUV最多只能发展到7奈米 不是7奈米以下的一个先进制程 大陆已经宣告 要全力发展半导体 至少要达到7成的国产化 过去受惠转单的一些电子股 一旦大陆迎头赶上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也准备 逢低布局操作的一个电子股 会比较偏向跟车用电子相关 以及大陆仍无法研发的一个先进制程 好的产业 利用股价拉回来做布局 就像上个礼拜 我们建议可以趁拉回布局 跟虚拟货币相关的个股一样 今天的表现 大家都看到了 2376的技嘉创新高 昨天涨势落后的2377的微星 今天也涨了半根的涨停 上个礼拜 趁市场悲观的时候 逢低的布局 今天都有不错的一个成效 选股上面 建议电子和传染病重 传染股我们聚焦在原物料的一个 相关的族群 在疫苗施打之后 疫情减缓 恢复经济的活动 油价的上涨趋势不变 就会带动原物料的报价上扬 电子股我们锁定的就是 车用电子或是先进制程相关的产业 以及产品的报价上涨 业机持续成长 股价拉回技术面 筹码面兼具的好股票 像上个礼拜的技嘉跟微星 在陆续大涨之后 当然想知道 接下来我们看好的哪些个股的话 今天也欢迎把电话拨通 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进场布局 好 大家可以注意刚好老师所谈的一些内容 持续可以研究一下 非常谢谢红氏的分析师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请问一下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这段要访问富然科林投顾资认协理 梁佩玲 佩玲你好 穆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焦点还是在美股美债 就是说市场的焦点都在联总会的政策也好 美债值率也好 美元指数的走势也好 另外就是美国国债拍卖的情况也好 我看过去大家谁care美国国债拍卖的情况 现在就紧盯着美国国债拍卖 是怎样美国国债拍卖跟我们息息相关吗 好那当然今天晚上是到明天清晨 是美国财政部要拍30年期的国债 对 好那这个预估的情况会如何 他会不会找人来互盘 会不会找人来保价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10年期公债值利率 其实攀升造成金融金融市场的波动 但很大的因素除了先前 包括了像是通膨的预期 尤其前一阵子不仅是油价 那同价的部分也是飙升的非常的一个迅速 那再加上就是大家期待 就是拜登的1.9兆美元的一个刺激方案要通过 那这部分对于经济的提振 以及对于整个通膨都会带来一些效果 那就像刚刚孟华提到了 其实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大家的焦点会转往的是在美债的一个标售 那主要是在于2月25那一天呢 其实美债值利率突然飙到了1.6% 那天就是因为整个在美债的一个标售状况不好 尤其是反映的是外国投资人对于整个美债的一个投资 兴趣是大幅的一个降低 那这部分的确让市场是有一些恐慌 那我们觉得经过了那一天之后 最近这几次像是比方说 今天就是礼拜三我们看到整个380亿美元的一个十年期公占 它的一个投标倍数大概是2.38左右 是有略高于前次的一个水准 那再加上通膨的一个状况 没有大家原本预期的那么的一个严重的部分 就反而昨天的一个十年期公占值利率 虽然没有下滑太多 但基本上就是一个回稳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觉得以目前的一个市场气氛来看的话 当然短线上还是以美债的一个值利率 会是一个短线影响盘式 投资信息很大的一个因素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大家在慢慢习惯 就是过去可能美债值利率只有0.5个percent 一个percent以下的一个水准 那我觉得现在已经来到了1.5 1.6 老实说相较于过去的一个水准 可能3个percent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准 其实现在我觉得即便到1.5 1.6 都还算是一个对市场来说 其实是可控的一个状况 只是说市场过去真的太过习惯于低利率的环境 那现在1.5到1.6 我觉得其实如果以目前就是今年 美国公债 根据美国银行的一个预估 其实今年的一个美国公债的一个供给呢 大概还会增加2.8兆美元 那是相当大 对对对 那因为联准会 去年大概1.7兆 对那联准会其实就现在的一个购债规模 1200亿每个月 那其实这当中还包括了MBS 那这部分的确如果外国的投资人 或者是美国的一个金融机构 退休基金不买的话 的确会造成值利率还是有攀升 所以以目前像我们集团的一个固定收益团队 是认为今年年底是会来到10年债 应该是会来到1.75个percent以上 所以你们上修了 对最近几乎很多的一个机构法人都在上修了 那我看到像美龄的预估是预估可能第二季就会突破2个percent 老实说如果真的到2个percent 我觉得对股市还是会再有一波的一个震荡压力 最主要的 对因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就是 以美股的一个股利率大概是1.5个percent 但是因为今年的获利会成长 股利也有机会成长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的buffer大概就是到2个percent 那如果到2个percent 其实就美股目前的一个本益比 它的一个相对排行 历史的一个排行 就会显得相对比较偏高一些 我觉得这部分会对股市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的一个风险 好就像刚刚佩玲所讲的 其实今年美国财政部 两年期到30年期公债 新增的供给额会到2.8兆美金 去年大概是1.7兆 对对 那2019年是不到1兆 那费的今年预估是购买9600亿的美国政府公债 跟去年买2兆美金是减少一半 所以一定要靠外国买盘 不是这个日本买盘 那就是欧洲的国家的买盘 不然就是咱们的买盘 对不对 这个外国政府买盘 如果不捧场的话 那谁要去接这个美债呢 对不对 就变成是美国联邦政府 跟FED自己要去接 联准会自己要去接 不然就是所谓primary dealers 就是那个所谓的一级交易商 这些人就是要防止拍卖流标 就变成他们要去接 如果他们接的比重拉高的话 那市场就会panic嘛 所以有没有拉高呢 昨天晚上的这个今天 应该讲今天清晨标出来的十年债 有拉高哦 你看那primary dealers 它的货配比率拉到25.4% 这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 那另外联邦政府的这个获出 就是美国FED跟联邦政府 在内的直接购买人 货配的规模呢 是17.8% 所以比较好 因为先前是18.9% 所以这一部分倒是下降一点 那另外外国央行在内的直接购买人 它的货配的规模是56.8% 比先前的60%有下降 但是呢 就是说先前是60% 所以比先前60%下降很明显 但是好于上个月7年期拍卖的时候 当时所创下2014年来的最低货配比例 所以市场就稍微安心一点嘛 对不对 是这样状况 那今年晚上30年期又是一个考验啊 对 就变成说 30年期更长天期哦 对 的确就会让我们有点想到之前类似 当然现在不是那个欧债危机那时候 可能那时候我记得就欧债危机 每次要发债的时候 都要每天盯紧那个数字 那因为现阶段就是美债的殖利率会变成 因为供需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有一点不平衡 就是供给很多 但是需求面的部分 其实似乎很多的一个 尤其是民间买盘 其实还在等 就是殖利率如果有更高的水准的话 他们的一个兴趣才会增加 这就变成说 现在几乎每个礼拜 甚至每天的一个 公债的一个标售就变成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当然如果以目前美国期货盘来看的话 还是收 还是上涨的啦 所以我觉得或许还是有机会 还是涨不少 现在期货盘涨不少 对 我看稻穷大概是涨100点左右 纳指不止 纳指涨会两个 纳指涨比较多 对对对 所以这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这几 这个礼拜的盘是就一天科技股强 一天科技股弱 然后能源股强 就变成那种有点是悄悄板的一个效应 那我们觉得现阶段其实很多投资人也都会问说 那我到底该追 就是能源股或金融股好 还是我满手可能已经科技股了 那的确现在我们觉得是一个资金轮动非常迅速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 不仅是美股盘面上的一个资金轮动 甚至在全球市场当中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像今年元月份 美国科技股很好 亚洲的科技股也很好 那后来美国科技股修 其实亚洲股市也有出现一些修正 那我们觉得就会变成说 其实资金都是在轮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建议尤其在第二季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采取比较多元配置的一个方式 就是才不会说永远都是在追高 然后怕又杀低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反正很难操作了 今年真的操作难度会变得很高 不像去年可能是比较easy money的一个情况 所以从刚才谈话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美元恐怕落不了了 因为你想看 如果说美债殖利率往上走高 它变成是一个趋势了 不管它走到多高了 2% 或刚刚佩玲所讲的1.7% 或生活有人看得更高 对不对 对 不管怎么讲 你说美债殖利率现在已经上到1.5% 它要掉回去 这个0.9% 1%我认为很难了 所以已经回不去 那回不去的话 如果美元又弱的话 那外国投资人谁要去买美债 所以美国联总会势必不可能让美元弱的 它至少要用美元来互助美债 对 那尤其是你看到 当然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因为利率上去之后 自然也会吸引资金去找美元资产做一个套拢 因为我们看到像今天欧洲央行要开利率会议 那之前欧洲央行也是提到 他们对于偿债利率的一个上扬 即便他们都还是很低的一个水准 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会影响到欧洲自己本身的经济复苏 那甚至澳洲央行之前也是采取行动 但是我们认为联准会以目前的一个联准会态度来看的话 还是偏鸽派 但是他可能不会采取更进一步比较积极的一个行动 因为今年就是有1.9兆美元的一个经济方案通 刺激方案通过 美国的经济预估其实成长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觉得联准会也没有再宽松的一个本钱 那只是说就现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其他央行如果又再更买更多的一个长债 那联准会不做的话 那自然就会把这个美债值利率相对的利差优势又再提高 这部分就会让整个美元是提供一个反应 就比较获得一个支撑 那目前我们是认为美元指数 如果就六种货币的一个一篮子指数的话 应该是比较偏向于就是90美元 可能是一个下档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 那上档的话还是要看年限 就大概在93点多附近的话 是不是能够用时间来慢慢的一个去消化这个上档的反压 然后如果重新站回的话 可能又开启另外一波美元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 好那美元如果说美元不会弱的话 那大家要注意亚洲股市了 因为外资的一个买超 那你想必嘛外资已经看得出这个趋势嘛 所以他怎么会他怎么会不撤出亚洲股市 因为美元开始转强了资金要回流美国了 今年的情况跟去年完全相反了 去年是全世界各国大撒币啊 好所以呢钱很多啊就到处乱流啊 好所以流进新市场来掏金啊 好就把你新市场股票都炒的半天高啊 那今年不是今年美国大家关起门来护自己了 对不对 他联准会也没有力量再扩大宽松了 然后财政也要紧缩了 那叶伦也喊出要加税了 好所以我要互助美债 我要互助美国资产 我要互助美股 所以我要让美元强 那资金回流美国 那亚洲不是第一个被宰的肥羊吗 对因为当然是 这当中当然我觉得会有一些 就是刚刚提到了这种比较偏向于 就是因为整个市场的一个气氛 跟今年年初是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背景的一个因素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资金的确会有可能 部分是会流美国 但我们觉得如果在三大新市场当中 其实我们还是相对看好 亚洲货币的一个机会啦 最主要还是在于说 其实相较于大家很喜欢去拿 现在的联准美元的一个走强 甚至在殖利率的上升 跟2013年那时候的一个QE taper 那个QE缩减的一个恐慌来做比较 那其实现阶段的一个新兴市场 尤其是在亚洲国家的一个财政体质 其实比那时候好很多 那尤其现阶段 其实很多外资都看到了 整个人民币在整个国际货币当中 扮演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像今年以来 其实新市场货币当中 当然除了台币之外 就是人民币其实相对比较强的 台币最近很明显在回扁 对对对 但是说这两天升回来一点 但是你也没见到27次头 没有就不像去年那么的一个强 那我觉得那另外一个 就是人民币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人民币如果今年 还是呈现一个相对强势 虽然中国股市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部分呢 其实还是会给亚洲市场 其实不论是股票或债券 或者是货币 这部分会有一些支撑 入股为什么这么差 这个刚刚佩玲说不好 其实今年最近表现是很烂 你看深圳指数从16000跌到13000 这跌了很多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是这样 是不是政策它要打压股防市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先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台币从2015 16年那时候 汇率最低的时候 曾经将近三四块 升到今年最高27块7 那最近已经没有再见到27字头了 说不定台币这么长期的一个 几年来的一个升值走势 今年会出现一个转折 也不一定 今年央行总裁杨金龙的口风 也有一点和缓 就是说感觉起来央行也开始对台币 是有点老神在在了 先前我们不是讲 去年央行大买会300多亿 将近400亿美金 去控制台币 不要让台币升得太厉害 然后非常有可能 美国财政部4月份的黑名单 外汇操纵国 只有台湾有份 因为台湾三个条件都符合了 但是杨金龙今天倒还没有 对这个事情表达太忧虑的状况 他的口风是说 新台币汇市工序已经渐渐平衡了 这句话就很重要 什么叫工序渐渐平衡 也就是说买盘跟卖盘差不多了 央行也不太需要干预了 也就是说 这个汇率已经慢慢回稳了 代表什么 代表台币可以慢慢 可能会要转强了 就是说因为美元要走 这个台币慢慢要回扁了 那个因为美元已经开始要转强了 长期今年美元的趋势可能是要走深的 所以他又开始老生在在了 对不对 因为先前台币升值 央行压力很大 好 那这个非常有可能这个方向 如果是这样的方向的话 要小心压股 因为外资看得出来的话 他就会持续站在卖方 比如说他今年的股票 他可能说你今年卖一卖 连续卖个五六个交易日 他停了 像今天突然买一天 他明天搞不好就出现卖超了 对不对 他就持续这个 买超不会连续 但是卖超他会不断的连续 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会不会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也不敢下结论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说一些外资持股比重高的股票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像台大电台 最近的股价就是上下了 对不对 他就没有办法像去年 这样一直走深的趋势了 这个就是有潜在的 不断的筹码面攻击的卖盘 那至于说大陆股市 为什么这么弱 开两会 也不至于让陆股跌成这个样子 一天动辄2%3%这样跌 尤其科技版 一天甚至3%5%这样跌 这也跌得太 有点诡异了吧 我们继续来请教 富然柯林投股的梁佩玲协理 佩玲这个陆股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明显的陆港股 北京已经定调要打压 热钱进入到房市 到股市形成泡沫之前的防范吗 当然如果就正侧面来看的话 话是没有说的这么白 不过其实如果就实际上的 一个气氛来看的话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于 其实这一次中国的一个经济 相较于其他的一个国家 是率先走出这个疫情的一个冲击 大概从去年的第四季 就很明显的一个反转上来 那这部分其实 因为他未来也会 所以其实相较于美国 现在还在做大规模的一个刺激方案 其实整个中国的部分 他的政策面就开始转去 比较偏向于正常化 那甚至也可以看到 这一次在两会期间 他也没有特别去提到 那种什么新能源车 那种去年非常火爆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扶持的一个标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 去年的一个狂热之后 其实今年在政策上 的确是有转去比较谨慎一点 那希望能够控制这个整个经济成长的一个引擎 是在一个稳健的一个步伐 那也没有要去追求那种比较高速的一个成长 第二个如果就排面的结构来看的话 就像刚刚我提到的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看那个 就是中国股市的那个表现表格 可以看到常常那个香港创业版就会跳出来 可能一天大涨七八趴 一天又大跌七八趴 算今天又大涨 大涨 对对对 很怪啊 科技股的那种波动度 尤其是这种创业版 它的一个波动度真的非常的一个大 那这当中当然不排除 也像去年的美国股市 在部分的一个中小型科技股一样 是存在有一些就是泡沫 或者是比较过热的一个投机的一个买盘 那今年其实就中国股市来看的话 它除了希望能够遏止一点这些比较偏向于创业版这种投机的一个买盘之外 另外一个在大型股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所谓的俗称抱团股的部分 股价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那像是所谓的一个茅台啦 或者是力序 那甚至刚刚提到了 就是在去年非常火红的一些新能源车 这种比较概念的一个股票 其实股价都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我觉得这是就整个盘面上来看的话 当然政策不是积极要去打压股市 但是它希望能够适度的在整个资金面的部分 不论是透过逆回购或什么 去适度的调控整个目前的一个水位 那透过这个方式呢 也慢慢去引导大家 其实是转往比较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个股票 那如果就上证指数 目前的一个价位呢 其实已经来到了3400多点左右 那其实大概也基金要接近就是年限左右的一个价位 那我反而认为说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手上是有中国股票型基金 或者是中国相关ETF的话 我觉得大概就是在32003300附近 会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颈限支撑 因为如果真的跌破那个上方的一个头部 会蛮明显 就是大概有将近八九个月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这部分也不会是中国政府目前希望乐见的 股市在出现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开始慢慢有一些买盘出来 那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有传出来 可能国家队已经开始进场了 虽然这个进场的效果好像还是不抵整个市场的一个卖压 但我觉得整个效应会开始 如果伴随着美国股市也没有再出现那种很剧烈的一个波动的话 那我们看到其实像今天的一个外资 也透过北上资金呢 有持续去慢慢的一个承接中国股市 我觉得这部分中国股市倒有机会是呈现一个先跌 那也有机会先指稳之后 再慢慢的一个透过以盘待跌的一个方式呢 来慢慢消化他目前的一个筹码面混乱的一个情况 而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这样 好那当然因为跌了很多了 对 再跌也不像话 所以说呢再跌也不好 所以他今天就政策性的这个去 反正两会快结束了嘛 政策性的这个买盘就进去了 所以今天一点火就拉起来 因为相对也跌很深了 是 大陆股市基本上A股还是一个政策盘 蛮阴险的 对啊 它就是一个政策面在主导的一个市场的方向 好那您刚讲说今年很难投资 股债市都很难投资 那我们今年该怎么投资才能赚钱呢 怎么样才爱探极啦 这比较重要啊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就核心资产的部分 过去大家可能习惯用债券型基金来做一个领配席的动作 那我觉得今年你可以看到因为殖利率要上去嘛 所以今年几乎所有的债券都是一片收黑的一个情况 那尤其去年最红的像星星美元债 是跌了将近5个percent是跌最重的 那我觉得就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殖利率要上去 所以大家可能过去投资人是靠债券领袭的 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思维 你可能要适度的去增加在一些平衡型基金的部分 那因为平衡型基金 因为它有债券的配置 也有股票的配置 而且他买的股票通常都比较偏向于基优股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取代你原本过多的一个债券配置 那至于股票的部分 因为刚提到了不要去陷入追高杀低 所以我反而会建议在现阶段是去寻找 就是有修正的股票来做介入 那反而要适度获利了结 可能涨高的 那等到像现阶段 所以我会建议比较优先的去考虑 像是生计啦科技 甚至在中国亚洲市场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手上有一些能源资产的话 我觉得反而现阶段 是一个可以适度开始去思考获利了结的一个机会点 那如果说再有拉回的话 你反而可以再做一个承接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么烦恼的话 不妨就是两套资金 就是同时去持有 那只要有获利可能10个percent 就可以适度的做调整 这样 那农粮方面呢 农粮方面 因为最近的一个商品价格 那个尤其是农作物价格 好 那下次再聊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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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